树皮是吗 有点树皮 应该是那个感觉有点像风龙架上面的皮 也是有点幽默呀 出来玩了冰蛋糕以后就不去吃自己的竹子了 吃苹果吃苹果 其实他们的苹果真的吃起来非常诱人 就感觉是非常甜非常脆的那种 他们一口咬下去都要爆汁 其实我很好奇 它上面那块橙色的那个蛋糕是用什么做的 就是把那个颜色的水果或蔬菜 有点像胡萝卜的颜色 但是我不确定 他可能是把 我问一下怎么办 你看看吃不吃 看怎么的 有机会我们去采访一下熊猫厨房 好好好 那先把这个那个flag列在这 看有没有机会 我们去探访一下熊猫基地的厨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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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的大姑奶爸 张悦奶爸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 我们想问一下 这个是雅力和那个小李奥 不都住到一起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 雅力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呀 雅力是一个好妈妈呀 母性又强 然后这个奶又好 两个小崽子 那说到这个奶想问一下 这两个宝宝他们现在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竹子 然后还有这个 盆盆奶 还有就是妈妈的牛肉 那也是 其实他们现在的竹子来说的话 吃了很多还是说一个学习的一个阶段 学习的阶段 然后也算是同龄的来讲差不多吧 还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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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慢慢试一本 之后越来越长大一些 就可以以竹子为主食了 嗯 然后那今天我刚刚也跟大家 从我这个视角来大概看了一下 雅力奥 那个小李奥 它和福多多的一个外貌上的区别 一个是比较黄 一个要稍微白一点 然后在你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你觉得他们两个从外貌上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明显的刀疤姐对吧 然后福多多那么明显的憨憨像 一看就很憨吧 憨吗 我感觉他很聪明的样子啊 很聪明但是外貌很憨啊 哈哈哈哈 啊 是这样 那你们是一般来认猫 也会通过他们的外貌特征来认 还是说有些时候就是看气质 嗯 我们认猫都是长时间的 看久了就都认识了 哈哈 嗯 他们两个也 其实在这个圆形来说的话 这两个熊猫算是非常比较好分别 噪音太大没听清 没听清 游客游客这儿确实 就说这个福多多和小亮 他们两个熊猫在一起的话 其实他们的外貌对比非常明显 也是非常好辨认的 因为我们今天也会有很多 可能刚开始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网友 我们也想跟他们再讲得更清楚一些 让他们一来就可以好好的分辨一下他们 那奶爸能不能给我们就是再分析一下 他们两个的外貌特征 就单纯福多多和亚松来讲 一个刀疤一个没有的就非常分辨 嗯 刀疤在哪呢 鼻头上 这个就是最好分辨 然后第二点就是如果想要去更多的了解 他们的小时候什么呀 或者什么 他就去考古以前的视频就出来了 哈哈 对咱们的奶爸给咱们埋了一个伏笔 在这儿要去考古以前的视频 然后刚刚奶爸说到的那个刀疤呢 也是小料 它鼻头上有一条黑线 在咱们熊猫圈来说呢 就是刀疤脸是吧 唯一一个 我带了那么多 他是唯一一个 他是唯一一个 咱们的奶爸也是非常有经验 也是带过了非常多的熊猫了 然后因为现在呢 天气也比较热 我们就在想说 这些熊猫它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防暑降温的方式 最直接的就是吹空调 我们到了26度以上 然后就收回室内吹空调 但收回室内 大家也是可以在玻璃展厅看到它们的 啊 就是从室外转到玻璃展厅 它们的室内温度一般会设置到多少度啊 26度 就是收莫温度 收莫 就是室内的温度呢 空调温度 室内温度是24度 啊 比较凉快 那它们现在是和妈妈一起在室外 它们是回到室内了以后 是和小伙伴一起 还是说继续跟妈妈带到一起 回到室内就是他们这一届的小伙伴一起舞姿嘛 舞姿 然后妈妈就也可以休息一下 然后在室内妈妈也在吹空调温度 它舞姿就是河多多 然后小利奥 还有金箱 金箱 轮辉 他们舞姿在一起 那我们也看看待会儿有没有机会去看一下 他们在室内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经常有看到说 咱们校园会给熊猫他们安排一些冰蛋糕或者冰块 那这些一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给的呢 在一个天气颜色的时候可以以冰蛋糕这些作为一个风容 因为冰蛋糕里面会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那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气味 就形成了色彩风容和这个气味风容 当然冰块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暑浇温度 原来还有这个讲究 我们一直以为冰蛋糕就是单纯的防暑浇温度 原来这个风容的目的还是比较强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经常有在视频里面看到熊猫喜欢泡澡 喜欢玩水 然后他们这个园区有给他们准备泡澡吗 因为现在他们年龄还不算特别大 所以就所有有这种年龄段的都还没有蓄水 等他们稍微再长大一点 然后水池的话都会蓄水 是为什么呢 有什么考虑吗 为了安全第一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 我儿子打架也这些 就有一点风 所以说也防止就是妈妈可能有坑娃的时候 就是安全 安全 从安全角度来考虑 等他们升到团医 我这个是什么呢 我这个叫幼儿园吧 等他们上小学了就对了 刚刚咱们奶爸说等他们上小学就好了 上小学就是升到了谭大爷那个活动场 那个活动场他们就可以尽情的泡澡了 现在的话我看那个水池里边还是有一些流动的 但是那个水可能就比较浅 主要以引用为主 引用为主 那个水是可以用的水 然后一直流动的 对 你看那个倒立着的是谁 是亚树吧 看这个毛色来说的话 就是它 来人往前面之后 这个浮多多躲到哪里去 浮多 躲到那个坡上 思维大 哎好像经常有看到那个小阿里奥 他就喜欢倒挂在那个那个什么移动的楼梯上 是吧 这个男竹爬架也是蜂融的奇特之一 这个是 我看因为是活动的 它没有固定是有让他们感受那种 对 这是一种动态不平的蜂融 哦 让它自己去寻找它的这个 真的 我往前面走 我往前面走 因为看到他们这个活动场的蜂融玩具 还是特别多的 因为每一个活动场都会 不同程度的加一些蜂融 根据每一个活动场住客的这个 取消来 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冬孔子 对 我就感觉他们这里边的好像好几个蜂融玩具 都特别喜欢 就有那个麻袋的抽签 然后有看到那个叫什么 大宝座 那个大宝座叫什么 不知道 网友叫的什么活动式麻图 啊 旋转麻图 是吗 这么高级 我们还叫大宝座